大家 今天是4月27星期二 股市還是油皮 而且走勢還是有一點反復而帶圓的 我們看看那個指數 早點恆生指數先低開57點到288895點 由於成交真的是一直比較偏低 變成來說股市暫時沒有動力再進一步推上去 可是總會有一點波幅的 直到目前大概是3點10分左右水平 今天股市的低位是28793點 高位暫時來說就29045點 等於說整個股市就在200多點的波幅裡面 是走來走去的 從那個走勢上來看 其實在這個成交比較低迷之下 的確是沒有太大的憧憬的 由於明天已經是這個期指賺倉的高峰期 而後天就是這個期指結算 那變成來說 要是沒有什麼大的事情發生的話 股市應該是大概在28000到29000年左右水平 進行一個期指的轉倉和結算的 由於這個月暫時來說 基數上還是一個先低後高 指數暫時來說還是從12號的低位 28274點上升到19號的高位 29319點沒錯 結局的波幅真的是很少 只有1045點 而且高低位的指數也是在六個交易天氣裡出現 這個情況本來就是一般來說很少出現的 可是沒辦法 1400到1500億的成交的確是沒有它的動力 另外一方面看也沒有它大的股壓 變成來說股的暫時來說也不會太主動 而買的暫時來說還是比較保守 變成來說股市就往上走跟往下跌 只是在200到300點就這樣走來走去 移動線方面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表現 到目前為止指數還是反復在50天線以下 而走在10跟20天線中間 一天反復而突破 一天反復而跌圈 其實這個沒有太大的意思的 最重要就是要看看後期階段的股市 到底能夠攻破50天線還是會進一步跌圈100天線 50天線現在大概在29155點 而100天線大概在28455點 其實來說這個是比較關鍵的 指數要是能夠攻破50天線 而成交也配合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往上看高多一點點 可是我們看一看市場裡面 除了幾隻新經濟股份 還是有一點波動之外 其他的主要南朝大部分都是油皮不動的 看這個情況也不覺得它會怎麼樣跌下去 那變成了這個所謂整股等變的股市 不單止到4月底 可能在5月初春還是會這樣子 從28日開始的高位的31,183點 開始的中期的調整 到3月25日的低位 27,505點 其實回頭的幅度一共有3,678點 好了 從那個27,505點的反彈 到這個月的高位29,319點 股市一共反彈了1,814點 相對3,678點的跌幅來說 等於說股市已經反彈了跌幅的49.3% 說真的這個幅度說少也不算少了 問題就是後一個階段 有沒有動力稍微令到股市可以進一步往下推 可是從過去一到兩個星期看起來 真的是沒有這方面的憧憬 因為動力在1,000到1,600億個成長 其實沒有辦法明顯地推進 就算是稍微有一點點推進 很快就受到一個骨押的 所以暫時來說 可以這樣說吧 抓穫少的朋友暫時就觀望問題不大的 可是抓穫比較多的話 還是做一做風險管理比較好 短線炒賣這一分鐘暫時來說 我想不是時候 當然買一百股騰信 買一百股美團點評問題當然不大 好了 下午分析就說到這裡